八十三岁的老中医 与癌共存十二年 我发现在这个戒场里头 长了一个肿瘤了 您听说过内虚吗 决定性的因素还在内营 外因是条件 您知道癌症有哪些预警信号吗 就是那种长时间 查不出来原因的发烧 都要留意 中华医药 老中医教您如何对抗癌症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收看 节目一开始 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这里是北京中医医院首都国医名师传承工作室 今年八十三岁的老中医育人存 每周还要坚持四天在医院出门诊 这个药医治造刺 育老是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创始人 新中国第一批西医学中医 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 用中药给大家调理 中医讲的舒干净器 育老的家就住在医院隔壁的家属楼里 因为老伴需要照顾 育老每天除了在医院做诊 回家后还要洗衣做饭 打理琐碎的家务 他主要没气又软 年纪大了多半都用这个鱼了 老人家精力充沛 里里外外一把手 工作和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看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精神绝朔 健康开朗 谁又能想到 育老先生竟然身患多种险恶的疾病 几次闯过生与死的鬼门关 看完这个短片 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觉得这位老人 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人 是吧 下面让我们掌声 欢迎这位老人家 欢迎育人存 欢迎育老 育人存 国家级明老中医 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 欢迎您 谢谢 郁老 刚才节目里边 最后的时候讲到了说 您患有多种疾病 身体不太好 是吗 对 今年我83岁了 1992年年初 就发现我有两根 主要的血管都堵塞了85% 做了一个搭桥手术 2005年 有一次我验血的时候 我发现抽血的量多一点 我就建议化验室 再跟我多做一下肿瘤指标 结果一做呢 发现那个CIA 跟CIA199都高 然后马上就做肠性检查 结果发现在这个接肠里头 长了一个肿瘤了 而且还不太小 后来我们马上就安排做手术了 手术切下来 那个病理结果呢 是有淋巴结转移 而且侵犯了周围的脂肪组织 因为我是搞肿瘤的 搞肿瘤诊治研究的 我知道这个肠癌 这一期的分量 所以但是我还是按照正规的 这个中西结核治疗 一直到现在 肠癌手术已经12年了 心脏第一次大乔 到现在都25年了 而且第二次支架做的 也都快五年了 所以整个经历几次大的 这个疾病呢 都闯过来了 还幸存了 听完育老这么详细地介绍 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我们就更觉得老人家了不起了 因为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 应该说里里外外一把手 刚才我们听到 其实这些年 就算12年前患肿瘤的时候 那个老人家也已经70多岁了 实际上我们一谈到癌症 大家经常说一个词叫 痰癌色变 是吧 就觉得这个癌症非常的恐惧 在我们身边也可以看到 很多的癌症患者 包括癌症患者的家庭 被这种癌症疾病的恐惧 无奈还有绝望所笼罩着 所以这么一路走过来 今天我们看到 育老状态非常的好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 与人存 1955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 大学期间学习的是 西医临床医疗 1959年 因国家需要被选拔参加 第一批西医学中医的中医班 转而从事中医学的研究和治疗 1968年 于北京中医医院 组织创办肿瘤科 这样一位 专门从事肿瘤学临床治疗的专家 却身患癌症 这仿佛是命运 给育人存开了一个尴尬的玩笑 面对如此打击 育人存会如何面对 几十年 通癌症较量的过程中 育人存究竟找到了什么 对付癌症的方法呢 得了癌症以后 情绪更重要 你得癌症以后 好像受了一个打击 怎么我得了癌症呢 想不通 另外一个呢 就害怕 再一个呢 又想到家里很多事 都没有做 焦虑 恐惧 这个心情常常是 癌症病人的一个常见的 所以我提出来中心结核治疗肿瘤 第一个就稳定情绪 就是说你得了病以后 你先别怕 正确对待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另外一个呢 情绪上面一定要放松 放松了以后 它整个的免疫力 抵抗力都会增强 我之所以十几年来 我自己感觉 我自己就是一个看得开 我说我活一天赚一天 犯病这个十多年过程当中 我写了好几本书 出了好几本书 带了一大批的学生 完成了我自己的任务 这样一完成工作以后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用 不是一个病人 老想着自己是个病人 所以我老觉得要明天快乐 不能皱眉哭脸 这个情绪上面 非常非常重要 目前中国的这个癌症 还是比较高发的 我这有一组数据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7年2月 国家癌症中心 发布了中国最新癌症数据 全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 平均每分钟就有7人 从2010年开始 癌症已经成为中国人 主要致死原因 中国每5个死亡者 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由于不良生活习惯 环境污染等原因 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新增癌症病例 最高的国家 我们在这儿要请教一下 玉老 为什么咱们国家这个癌症 成这种高发的态势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好像觉得癌症还没有这么多 近年来就是发病率越来越高 我们讲所有的疾病的原因 都包括外阴跟内阴 外阴中医讲的就是外感六阴 寒热熟失照火 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就是气候变化 但是现在来观察外阴的话 不光是这些 有很多化工瓶 空气的污染 一些致癌因素的增多 这个都是癌症的外在因素 我观察了很多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头 隐私习惯 外界的空气 跟这些致癌因素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有的人得癌 有的人不得呢 所以决定性的因素还在内阴 外阴是条件 这个观点我称为内需学说 内需是什么含义呢 中医讲一个人身体里头阴阳 气血脏腑的功能正常运行很好 那就是因为它正气内守 它能够正常运行 而且能够取得相对的平衡稳定 就是说你自己身体抵抗力强了 这样就不容易得病 古代医学的中医学家也讲过了 不内需 身体的都不虚的话 邪气不能多伤人单独的来伤你 就是你如果是身体很强 很壮 免疫力也很好 那外邪是不可能来跟你隐病的 玉老分析了这个原因 最主要地讲到了这个内需 说到这个内需 我们就自然会想到要调理嘛 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 我们这玉老一定是养生有方 在玉老家的厨房里 玉老正在忙着剁鸡 这不是解剖吗 现在鸡啊这是 这个母鸡是比较好了 母鸡攻击气血都补 鸡是养人的 我还会掏鸡肚子 每隔一两周 玉老都会自制一道养生汤 补补气血 这个胆在这里 要切掉的 不然的话是很苦的 中医古书上讲 鸡呢都是一个很好的 老少病后咸鸡 这个要加多少的量啊 这个多点少点无所谓了 就是我就说 怕这个药多了以后 药味太重就不好吃了 这道养生汤的材料和做法 看上去都比较简单 干净的话就不用洗 我们看到 玉老在鸡汤里放了两种药材 一种是普遍熟知的枸杞 那这种黄颜色的片状药材 究竟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最重要的是要放黄酒 我们看到了 玉老亲自下厨 做这道汤 里边枸杞已经说了 是吧 我们看到还有姜片 还有黄酒 还有鸡 还有一个就是长的 也是黄颜色的 有知道的吗 我看上去像是黄金 还有别的朋友 我觉得可能是黄芹 黄芹 都是黄字本的 这样我们来问问玉老吧 那个是黄芹 因为黄芹是补气 非常好的一味药 补元气 而且又不贵 因为肿瘤病人 气虚的非常多 所以我差不多90%以上的病人 我都开黄芹 饮食方面 你叫它鸡汤也可以 当然它有养生作用 用了枸杞子 用了黄芹 我们就叫它 奇黄养生汤 黄芹是一个补气的 所以你平常要做饮食 补养的话 想补气补补血 所以最简单的 用点黄芹 用点枸杞子 补气又补血 好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 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 有没有问题要请教玉老的 玉老 我请问 我自己有几个朋友 最近在15年里 都是患了癌症 已经死了 死去了一个了 现在还有两个 我现在我想请教玉老 这个癌症病人究竟他在哪个阶段吃肿瘀最为合适呢 我是看了几十年的肿瘀病人 我就建议这个中医治疗从一开始诊断的时候就应该中西医结合治疗 你西医不管你手术也好 放疗也好 化疗也好 配合上中药 中西结合治疗 它的效果就比单纯的西医跟中医都要好 这两个互相配合 能够取长补短 能够相辅相成 再就提高疗效了 我在这几十年当中 我就提出来有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辩症跟辩病相结合 西医治疗 首先是诊断你这个病 每一种癌细胞都有它的生物学特性 它长的部位 癌细胞的多性大小 还有它的大小 有没有淋巴结转移 这个都是要诊断明确 这个是变病 把这个疾病诊断要搞清楚 但是呢 光是诊断疾病还不够 因为一个人得了病以后 它会产生很多的失调的症状 那中医的特点呢 就是辩症失质了 就同样是个肺癌 肺腺癌 肺瘾癌 它所表现的临床症状不一样 有的是气阴两虚 它不干咳 它没有什么痰 另外还有一种 它表现是痰痴型 护痣乱传 磕痰也多 这种类型呢 就跟那个七阴两虚型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要辩症 这样的话呢 把它辩清楚了 这个病人这个情况 病情我就充分了解了 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要把扶症跟去邪相结合 大家都认为是癌症 这个癌症在那里 癌细胞 中医讲是一个邪 要把它去掉 那去掉的西医手段很多啊 手术可以切掉 放疗化疗可以把它杀掉 那个得病嘛 体内就虚了 抵抗力弱了 你再用这些治疗方法呢 它虚伤就更虚 所以用了这些办法以后 同时必须要扶症 而这个扶症呢 中医在这方面比较优势了 就扶住你身体里头的症气 增加你的免疫力抵抗力 同时来调节 你各个脏器的功能 和气血的平衡 第三个方面呢 居部和整体相结合 你不管放疗也好 发疗也好 手术也好 它是居部的手术 居部的治疗 就针对那个癌症 跟到癌症的这个细胞去的 我们知道一个人病了以后 特别是癌症 居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到全身 全身的虚弱 甚至失调 也可以影响到居部的疗效 所以我就提出来 居部要跟整体相结合 这也是中西结合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原则是阶段性的治疗 跟长期维持调色相结合 现代医学治疗肿瘤 不管手术也好 矿疗化疗也好 都是阶段性的治疗 结束以后就告一个段落 为什么很多病人有复发 有转移 那就是说后面还要维持治疗 这个长期维持治疗 就是把扶症跟驱邪 相结合长期应用 所以我的病人差不多 吃中药来长期维持治疗 至少都是三五年 甚至于更长更多的时间 这说明他活得又长 哪怕是带癌生成 他也活得更长 这是四大原则 这个育老说到了 中医要参与肿瘤的 全程的治疗 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我们把这期节目的预告 放到了我们的这个网上 这个网络上的朋友 都在积极地参与 说明这个话题的 关注度是极高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网友们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育老的 来 这位朋友说 刚刚查出肺腺癌 接受不了 不知如何面对 现在在做化疗治疗 请问化疗之后是否可以中医治疗 平常生活中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育老 这不是等到化疗之后 你再来找中医 而是应该你一边做化疗 一边用中药 中医要配合化疗 有三大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能够减少你化疗的毒副作用 因为很多化疗要打进去以后 病人很难受的 消化道的反应 干性功能的损害 免疫功能的抑制和骨髓抑制 就是白血球也低 血消白也低 这样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做化疗的时候 你要配合上中药 第一个减少这个毒副作用 第二个呢 能够提高你自己的免疫力 第三个 这是我们在中国研究特有的 我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当中 就发现有的方式能够增加化疗药的疗效 所以这个中药跟化疗相结合是非常好的 那我再举个例子给你们听 在89年 国外有一个中华总商会的会长 他呢 得了二性零八瘤 当时用的美国的一个最新的化疗方案 是比较厉害的 头一个疗程打下 白血球呢 就降到了多少 降到800个 我们正常4000到6000 当时还没有这个 白细胞次基因子 就没法上来 大概两个多月 还维持在这个 800个这个白血球的水平 后来他们就紧急的 就把我请去了 我去以后 当天就去看病人 就给他开处方 吃了五天 白血球就涨到3000多了 吃了一个礼拜 就恢复到5400 当时这个中医的疗效是轰动了当地了 所以后来他就在中西医配合下面 完成了第二个疗程 第三个疗程 结果就长期缓解得很好 所以这个说明中药 对于这个化疗配合 是有增加效果 而且减少毒副作用的作用 我最早在我们 这个肿瘤科成立的时候 说中医 你中医要发挥中医的优势 你别把中医的短处跟那个化疗去比 你西医用化疗 你去杀癌细胞 你去去血 那我就扶症 来减少你这个毒副作用 所以当时我们为了配合这个化疗时候的血项减少 就主要是你了一个深血汤 比如说这个病人问的 查出了肺腺癌 这个应该怎么面对 我说首先诊断出了癌症以后不要怕 现在的医学发展到目前 特别是中西结合这个治疗癌症 不是说癌症是绝症 所谓面对的就是说 你既来之 我就安置这采取正确的 有效的治疗 这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位网友朋友的问题 这位朋友说鼻咽癌放疗可以吃中药吗 当然可以 这个就是说我们中药怎么跟这个放疗配合的问题了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 他诊断了鼻咽癌 医师要他做放疗 他不想做放疗 来找中医 他能不能够把中医 我吃药把它控制 把它治好 我说不行 我说这个比较好的控制治疗 鼻咽癌的手段是放射治疗 你还得接受放射治疗 同时我给你吃中药 结果他听了这个话 他到医院同时做放疗 我又同时给他吃中药 结果也是副作用很少 因为放射治疗在中医看 放射线是属于一种鞋 我把它归正于热血 那热血到了身体里头 会产生什么呢 一个是伤气 一个是伤阴 所以放疗的过程当中的病人 多半都是气阴两序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在中药里头可以调理 我就一气养阴 同时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个观点 放疗的部位要是氧气 要充分的话 血液供应好的话 它那个效果会更好 所以这样我觉得 这个中药跟放疗配合 是很好的 而不要等到放疗后 那些副作用都副作用 都已经带给你了 你再来吃中药 那就差一点 所以还是要全程参与 育老再三地强调 中医要介入 这个癌症治疗的全过程 我们来看下一位 网友朋友的问题 这位网友问的说 平时可以喝些 什么样的中药茶 可以起到防癌作用 实际上呢 我们刚才了解了 育老自己有12年的 这个癌症的病史 而且控制得很好 所以在这方面 一定是有妙方的 我们这样 我们还是去育老家 去取取经 来 育老除了出门诊 和做家务之外 还要用大量的时间 来撰写他的专业论注 为了能让自己 对肿瘤治疗的经验 更有效地传承 老人家这两年 愈发珍惜时间 一直笔庚不错 每天这么高强度的体力 加脑力 对一位身患癌症的 巴逊老人来说 无疑是一种身体考验 为了保证充沛的体力和脑力 育老经常在书桌旁 熬上一壶养生茶 这是我自己熬的一个汤 这个汤的理由内容比较多 这个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冰糖燕窝汤 我叫加味 就加了一点料 你像这个一片一片的 都是西洋参 这里的西洋参都可以嚼得吃掉 一气养衣衣补气很好 它补气不热不燥 另外百合是润肺的 百合是润肺 润肺的话 它也是补肺气 燕窝是一个养阴的 可是因为这个价格太高了 所以一般的 我也不一定就需要那个 枸杞脂它是补肾的 又养肝又补肝 所以它是个肝性同补的一个药 大早大家很知道 大家就是养血嘛 因为家里还有葡萄干 我就加点葡萄干进去 葡萄干也是平养的 所以这个一个汤呢 实际上就是家庭随时用的 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些东西 这个都是平补 所以不会有互相影响的作用 这样平常补一补 就可以补气 养血 养肝 健脾 快好的时候把冰糖化在里头 就甜的了 有时候感觉到身体疲劳了 工作累了的时候 我就吃点 不是天天吃 一个礼拜吃一次 或者两个礼拜吃一次 都无所谓 再去看个人的需要跟情况 不一定放烟污 我觉得还有这里头 可以加白木耳啊 一次我就吃一碗 你熬一次可以吃两三天 因为家里别人也吃了 有病没病都可以吃 除了这养生茶 为了增强免疫力 防止癌症的复发 老人十二年来 每天还要坚持服用 自己配制的中药 因为我得了癌症 就是我做完手术以后 做完化疗以后 基本上西医的治疗 就告一个阶段 那今后这么长时间 防止复发的话 就要靠自己内在的条件了 还是就是服症 跟去血相结合 刚才我吃的有一个药 我是自己配的 就几位这个药 但是我坚持了常年的吃 天天吃 我还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做明乐方 明乐方 什么叫明乐呢 我觉得吃了以后明天快乐 就是说吃完了以后 明天快乐 所以这个方式是一个很经验的 几十年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 你看其他前面几位 都是补气 滋补肝肾 黄旗健脾 人参是大补元气 苟旗子女真子是补肾 所以把脾肾跟气血都照顾到 另外有一味药是情热解毒的 就是怕他的热性上火 要阻一阻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药吃得非常好 不但常年的不感冒 而且精神体力各方面都好 很好地提高免疫的作用 而且我这几十年治疗癌症病人 看到癌症病人最主要的 你有内需吗 内需里头最主要的是什么 气需 血需 脾需 一个是顺序 脾胃后天之本 你把两个资本都抓住了 那就自然就会对身体有帮助 这样的话 很多的病人 就是你亚健康的也好 你是肿瘤病人也好 肿瘤长期维持治疗 这些药对放疗化疗 同时配合都好 方子的话 是应该去找预劳 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量的加减 要找医生 要开出适合自己的一个确切的方子 好 我们来看下一位网友朋友的问题 来 这位朋友说 他患肺癌三年多 平时忌口 但是西医却不以为然 想请教一下老师 第一个是说 他需要忌口吗 第二个是 到底什么是发物 第三个是 如果真的有发物 一说 平时该怎么注意 于朗 差不多每一个病人 来看病的时候 都要问我 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因为中医讲究什么 辨症失食 就是说你 你这个人得了病以后 你出现什么症候 根据你那个症候 再来考虑这个饮食 可是病人说 我又不知道 我自己的症是什么症 阴阳 寒热 虚食 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每一种食物 它的寒热温良 那怎么辨症呢 我说不要紧 你样样都吃 先不忌口 你就试着吃每样东西 但是每样东西 都少量的吃 花样要多 选择要多 这样吃到哪样东西以后呢 这样东西 引起你这个不舒服 或者腹泻了 说明这个东西 可能对你来讲太凉 吃了以后要伤火 牙疼 可能这个偏热 属于这个上火了 所以我把这个叫做 自我辨证事实 看看对不对 你自己身体的这个食品 所以不要说是 能吃什么 不能吃之后 所以我在临床上 也跟很多的病人都讲 这个能吃什么 不能吃之后 不是个机械的 而且说是肿瘤 我们讲不能吃的 那就是含有 致癌因素的东西 你少吃了 煎的 烤的 腌的 酒 这个是应该记的 但是每个病人还不一样 如果本身就有糖尿病 那你当然要记糖了 记甜食了 你本身就有高血压 你就要记盐了 只不要吃太咸 你有高血脂的话 你就少吃油了 脂肪类的 这个是随着病了 来变证事实的 我经常碰到什么情况 病人得了癌症 一到吃饭的时候 他的家属 不管是太太也好 儿女也好 就马上说 你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都是传说的 我就讲这种 家属的这种 告诉他 是一个恶性刺激 恶性刺激 对病人来讲 是一个恶性 怎么办 一到吃饭 他就告诉我 这个不能吃 那我有癌症 这就提示他有癌症 本来高高兴兴吃饭 这么一指 就这个本身来讲 是一个恶性刺激 我曾经在东南亚 一个著名的华教领袖 他请我去会诊 他得的是肝癌 很晚期的肝癌 可是他就跟我投诉 什么呢 他说我得病以后 他的家属 就不让他吃这个 不让他吃那个 其中他有一个 他最爱吃的 咖喱鱼头 那在新加坡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民食 我说没问题 可以吃 他说那好 我今天就去吃 他要我陪着他 结果我看他那一顿饭 吃得非常的高兴 也吃得非常的满意 吃了以后 他说好好好 所以说明 我说明这个忌口问题 不要强调 要随因人而异 而且特别不要给病人恶性刺激 让他高兴 情绪好 他就对病有好处 这个社会上传着很多的吃的东西 有人说你得了癌症以后 吃什么好 海参 有的病人就一天一个海参 我说有什么用啊 海参并不是说致癌的一个药嘛 你吃可以 你常常普通的饮食吃可以 但是不要这样的吃 吃偏了以后也不一定好 还有的人就说 哎呀 我吃东葱草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父亲得了肺癌 他说我要用准备给儿子 生血用的钱来买这个草 给他父亲吃 很孝心 后来我就劝他 我说你不要这样 因为我在我几十年的过程当中 东葱草并不是治疗癌症 这个有效的药物 东葱草在中医里头 最适应症是什么 是老年人的肺气肿 就是肺肾两须 走几步就后吃船 气短肾也须 所以这种病人 你吃一点虫草可以 一般的来讲 你说癌症病人 有人说虫草啊 可以提高免疫 像我们研究所 我们有个丁教授 他研究这个虫草 地道的虫草 他从里头还提出来一个物质 能够抑制免疫的 中药里头很多的成分是一个复杂的 不是单一的 所以我就不主张啊 因为它不是真正讲这个肿瘤的特效药 而且现在那么贵 谁吃得起啊 有人讲 我天天吃虫草 我说你吃多少 我吃一根 我说你一个人虫草 那多小的分量啊 够奢牙缝啊 我说 我开玩笑吧 实际上要治疗这个肺肾两须的老年人 你吃虫草 起码也得吃三克 三克到六克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不主张 这个宣传这个 吃虫草啊 能够治肿瘤 肿瘤病人 不是必须要吃这个虫草的 所以这个应该大家 会是正面跟大家说清楚 我们再来看下一网友的问题了 这位朋友是说 他的父亲于去年底查出 低分化肺磷癌中晚期 除了双肺未转移 双肺有散在小节节 不想让老人知道 不想让他承受放化疗的痛苦和心理折磨 只希望他再试一天 能轻松幸福一天 又怕他最后一段时间痛苦不好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世界卫生组织 按国际看儿联盟提出来 癌症三分之一是可以治好的 有三分之一是可以预防的 还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是可以通过治疗以后改善 能够控制的 我刚才讲的中药的优势 是在扶症去血 但去血的力量 说实在的还没有 现代医学的那些手段 消除肿瘤来得快 来得效果好 所以我还是主张的 该做化疗的还是做 只要你有实验症 就是说能够打 另外一个该做手术的还要做 至于不跟老人说的这个事情 还是我们的科普宣传不够 就是癌症病人 只要早期发现不可怕 很高的百分比都能够长期存活 都可以治 你何必不告诉病人自己呢 另外你告诉病人自己 他有个心理准备 他也能够配合得好 跟医生配合得好 你可长期吃药 接受治疗以后 就能够减轻他的痛苦 另外一个就是 我为什么讲 在临床碰到很多这样的人 他不想告诉老人 我说你可以跟老人 说得轻一点 但是要治疗 接受比较长时间的治疗 不然的话 你不告诉老人 老人自己觉得自己没病 如果治疗吃些中药以后 或者今天治疗以后 身体觉得很好 也能吃能睡什么好 他就不当自己有病了 他就不再治了 拒绝治疗 这跟医生配合就不好了 所以我说 你可以在这个程度上 在什么上 跟老人沟通一下 这样的话 使他能够长期配合医生 接受治疗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里面 有一个我们该如何面对的问题 也就是说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心理上 该怎么做一些调试 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遇老从开始到现在 其实一直在强调一点 就是癌症并不可怕 是有致的 因为在我们身边 其实也有不少 带癌生存很多年 这样的例子 所以遇老一再地强调 可能就是这个态度 和心理的这个调试 是很重要的 这次我们的记者 去采访这个遇老的时候 到遇老家里边 回来跟我讲说 遇老家里边 他发现了一个遇老对抗癌症 保持健康的秘密武器 他认为这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遇老每天的生活 就是在医院和家之间 不到500米的两点一线 看起来单调枯燥 但是老人却有着一个 自得其乐的爱好 收集邮票 今天应我们的请求 老人特意给我们拿出来 他积攒多年的宝贝 这本邮票 专门收集是美国邮票 在美国都是很多 好多是很老的 这些五颜六色的邮票 穿越世纪百年 跨越海内外 使老人从父辈那里继承过来 自己又积攒了几十年 当老人讲起这 每一张邮票背后的故事 喜悦之色跃然脸上 这方寸世界 是老人人生的记忆 每次翻开邮策 老人就完全沉浸其中 享受着自己独有的快乐 那些运动员在国外 奥运会呀 得冠军的那些人 牵的乒乓球的 这个是单个牵的 你看这一张 这一张啊 下眼牵的 翻阅老人的相册 我们发现 老人从年轻时期 到现在的每一张照片 无论是单人照 还是集体照 无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生活中 老人都面带笑容 在我们设置组和老人的几次接触中 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 就是老人的乐观开朗 豁达自信 我喜欢机油 一个是父辈传下来的 另外一方面的机油 是一个高尚的乐趣 因为他 国内外的邮票 天文地理 丰富知识 而且能够讨冶性情 看看这里 想想这个地方 心里头是非常的愉快的 所以这作为一种业遇爱好吧 我其他方面业遇爱好 没有 另外一个呢 我就讲到一个情字方面 肿瘤的病因 内因 是一个决定性条件 中医讲内因里头 首提的是七情 喜 露 忧 诗 悲 恐 惊 这七个情绪方面的变化 这个正常人 在过正常的日常生活 这个七情不能够太过 太高兴了 太露了都不行 也不能够不急 不急的话 你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也不正常 所以这个七情呢 是能够引起身体里头 很多气血的改变 再一个 现在我们工作紧张 这个高度紧张 另外情绪方面容易激动 这些都对这个身体不好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人如果有一点爱好的话 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分散一下 我们的注意力 而且这个爱好 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 喜悦的心情 我们说到这儿了 我们经常会说 不论谈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都会讲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预防 我们在这个疾病来临之前 到底它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信号 提示我们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癌症 我们来请教一下 郁老 郁老这个 癌症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 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我们说癌症的人 要早期发现 因为早期发现 它这个疗效 跟中期晚期 是很不一样的 这里总结了有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我们就讲 身体里头 有经久不愈的溃疡 一般的我们讲 这个溃疡 应该很好的 很快地就修复 长好 你像老年人 如果有长期 久不愈合的胃溃疡 要非常注意 再一个呢 就是有时候 我们吃东西 感觉到咽 吃东西 本来挺顺当地下去 结果发现咽时候 发现这个地方 咽都下不去 这个时候有咽射感 或者有疼痛 食管里头 有异物的感觉 这个就要进一步检查 怕它食管里头长东西 最重要的是 原因不明的食育减退 这个在很多的肿瘤病人 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 我最近瘦了 也不太想吃东西了 再一个呢 就是出血了 正常人大便是 黄的草绿色的 如果是大便变黑了 像百忧那么黑 很黑的那个 那个可能是 上效化到有出血 有出血引起来 大便是漆黑的 另外腹泻的时候 大便这个里头带血 也要留意 另外一个呢 血尿 要痛的 你要效尿血 也可能是炎症 你查不出原因的 无痛性的尿血 要注意 注意膀胱 做膀胱镜检查 妇女里头也有 就是你要经常的检查 妇科 有一些阴道出血 都要注意的 再最后一个呢 就是 不明原因的发烧 发烧你感冒 发点烧 一天两天好了 也没事了 就是那种 长时间查不出来 眼影的发烧 都要留意 所以提这些暗示呢 就说明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呀 肿瘤最好 是要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我们提到三早 这个是对肿瘤来讲 效果最好的一个措施 今天育老在这儿 跟我们讲了 这个关于癌症的 方方面面的问题 不断地在跟我们强调 说面对癌症 不要恐惧 而且刚才还在讲 一定要做到三早 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而且用自己的经历 告诉我们 面对癌症的时候 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而且要寻求 科学有效的方法 而且讲得 非常的通俗 而且讲的过程 也一直面带微笑 是吧 好 让我们掌声 感谢育老 谢谢育老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